第1221集 毫无征兆 我说过了,那钱可以在我的分红里面扣除,你是听不懂我的话还是怎么着? 再说了,我和你们说过,可以派人来参与经营,你们自己不来,那我当然有权对公司的日常和一切财务收入做处理了。 那回去可以告诉你的老板,不行的话,再来和我说吧,行了我很忙,你走吧。 拓拔千万的火气渐渐大了起来,不单单如此,主要是他受不了对方那种色咪咪的眼神啊,这个人是那些和自己合作的人每月派来收账的会计,也是那些人中的一员,所以才会这么蛮横。 拓拔千万小姐,我先不论这些钱你用到什么地方去了,但是我们是合作关系,我们有权利知道这些财务的动向。 我说了没错吧,男人似乎就是纠缠住这一件事,那就是拓拔千万擅自动了公司的财务。 我用到哪儿去了,那是我的自由,这公司是我的公司,请你出去,我要上班了,你要是来结算的,去财务那里清算,不是的话,就请走吧。 拓拔千万下了最后通牒。 男人非但没走,反而是笑笑说道。 嘿嘿嘿,拓拔千万,你以为你家里有些关系就没人敢动你了是吗? 我再说一遍,我们是合作关系,按说这事我可以不管,我的工作也只是汇报。 但是接下来你会面临什么,你知道吗? 很可能就是悄无声息的消失。 你知道悄无声息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? 我看你也是忘了你们和我的合作是怎么来的吧。 我也不怕告诉你,这件事我早已做了周全的安排,只要是我一天不出面维护,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就会大白于天下,到时候谁会上断头台,还真不一定。 你们这群人能活几个,你还能不能活,你想过吗? 拓拔千万威胁地说道。 这个男人听了拓拔千万的话,愣了一下说道。 拓拔千万,看来你是真的不适合做这样。 我们做这行久了,别的本事没有。 但是有一样,那就是你是不是在说谎,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 你可别唬我了,你根本没怎么做,你要是做了,绝对不会告诉我。 我说的对吧? 男人宁笑着,看着拓拔千万,站起身走向他。 你想干什么?拓拔千万问道。 他来过这里很多次了,但是每一次见到拓拔千万时,都没有今天这种感觉来得强烈。 因为以前拓拔千万都是化妆的,所以显得高贵冷艳,是一朵带刺的玫瑰。 最重要的是,他就算是想要威胁拓拔千万,也没把柄啊。 但是今天的拓拔千万,不仅没有化妆,梅玉间还带着一丝慵懒,让他显得更加妩媚。 尤其是刚刚和墨小玉在楼上时,被墨小玉撩拨得已经情动,此时还带着一丝余韵。 这种余韵呢,是会传染的,所以当他抓住这个把柄之后,他的胆子一下子大了起来。 尤其是自己做一个跑腿的,每月都来这里提取巨额资金,但这些资金却没有自己一分钱,上面的吩咐是这些钱是秘密资金。 可是他一开始就很怀疑这些资金并没有被用到所谓的正地上,而是被某些人瓜分了。 这么多的钱,谁见了不心动啊? 所以,他也动了贪念,想要从拓拔千万这里分一杯羹,最不计也要在财务方面和拓拔千万达成协议,哪怕是从自己提取的那些钱里分一部分呢。 可是这样一来,首先要拿下的就必须是拓拔千万,没有他的配合,自己一分钱都拿不到,就是一个简单的搬运工而已。 那今天,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。 他站起来走到了门口,关上了门,但是却没有注意到门口已经站着一个人了。 他的手关门时,已经被莫小玉从外面推着了,而他一直都在看着拓拔千万,还以为门已经关上了。 而恰在此时,拓拔千万拿起电话准备叫保安,所以,他实在是没有注意到门是不是真的关上了,就抢着去按死了拓拔千万桌子上的座机电话。 你想干什么?来人! 拓拔千万只喊了这么一句,而且是没什么力气的叫喊,已经被他捂住了嘴。 这人本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得手了,哪知道此时门口的一句话,让他如坠深渊。 放开他。 他惊恐地回头看去,只见门口站着一年轻人。 他是第一次做这种事,还被发现了,所以一紧张急忙松开了拓拔千万, 拓拔千万急忙躲到了莫小鱼的背后。 莫小鱼此时却关上了门,回头拍拍拓拔千万的肩膀,安稳了他一下之后,走到这人的面前。 你想干什么?我可是国安的。 国安怎么会有你这样的败类? 莫小鱼怒道,他的忍耐已经到达了极点,之前的事他都可以忍,钱财嘛,无非都是身外之物。 但没想到这群东西得寸进尺,居然还打上了拓拔千万的主意。 气愤的同时,莫小鱼朝他打出了一拳。 这一拳足有几百斤的力道,毫无征兆地击打在这人的肚子上。 强大的冲击力,饶使人的肚子最柔软的地方,但是这种冲击力还是使得他感觉到五脏六腑都移位了。 几乎是各个器官都在瞬间挪动了位置。 看着这家伙倒在地上,跟个虾米一样蜷缩着。 拓拔千万吓了一跳。 那万一在这儿打死了人,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? 就算是打不死他,可是这家伙要是回去汇报了,那那些人能饶了莫小鱼吗? 哎呀,别打了,你赶紧走吧,快走吧。 拓拔千万推着莫小鱼说道。 没事,这件事我已经憋了很久了,钱的事都无所谓,没了可以再赚,但是他们居然敢打你的主意。 我就让这家伙先去死,然后再一个个灭了他们。 我在暗,他们才明,我就不信这些王八蛋是打不死的小强。 莫小鱼愤怒地拉过椅子来,坐到这人的面前,看着他在地上挣扎。 哎呀,你这又是何苦呢?走吧,我来处理这事,快走啊。 拓拔千万再次央求道。 别说了,别的事我都可以忍,但是唯独这件事,我忍不了。 我今天倒是想看看,这家伙的胆子有多大。 去帮我找把刀来,我要把这个家伙的胆子挖出来,撑一撑。 莫小鱼沉着脸说道。